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首先我们来邀请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台北市议员尤许慧 哈喽大家午安 资仙媒体员张有话 有话哥 做很好 大家好 东华大学教授石正锋 大家好 好 我们要来先看到 这珍贵的文物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损毁 这个是故宫弄破袜了 因为这些文物逃过战火 但是却逃不过民进党 怎么说 像是这个你看到清乾隆的青花花卉盘 还有这两个小碗全部都破掉了 那么第一代的故宫人曾经参与这个国宝南迁的纳智良他就说 总能够在敌金轰炸千军欲法的时刻翻车翻船都平安 他才开始相信所谓的古物有灵 但是再怎么有灵没有想到敌不过这个民进党执政下的故宫 一口气摔坏了三件 而且还有两件说是现在还查不到 到底为什么 那么故宫的前院长当然就痛批 就说这个文物人为的损害 可以说真的是史无前例 你看到以前这科技技术没有这么好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那么现在这些文物竟然被人家这样摔成碎片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错误 怎么移动 这些应该都是有专业的训练吧 那怎么会在没有先了解状况之下就移动它呢 这个专业度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了 而且这些宝物说是没有保险 所以外界就预估说 这个恐怕价值超过二十五亿 当然故宫的部分是否认的 而这个院长吴秘查还说 故宫文物没有买保险 这个现在又是要全民来买单 这些文物的损毁 现在要来修复了吗 而且更夸张是什么 这个故宫应该是最了解这些文物的地方 结果你看他们自己的网站上 竟然把这个明洪志写成清朝 将冠礼带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怎么回应的 他说这个有一些像是那两个小碗 目前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损毁 他说可能这时间太久了 所以质地太脆弱了 立刻就被怒呛说 四百年都没破东西 什么叫做脆弱 所以还是要说这是中国制呢 还是根本这个碗本身就是有病的 我们来想到这句话就会联想到过去呢 小英后援会有一个荣誉总会长曾经说台湾哪有什么过劳死 有也是本来就有病的 难道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那么现在更传出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掩盖了非常久了 就传出说是有高层下令要掩盖打破国宝这件事情 不过故宫也说没有隐匿的意思 但是现在才被爆出来 难道也是一种校正回归吗 故宫的院长就提到说 这个原因这个故宫在瓷器的保存方面 确实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还说什么这个文物应该要改相为贵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别人都是若武的吗 这个文物保存了这么久 好好的没事 结果现在突然出事了 结果说是跟不上时代潮流 难道你才是最前卫的人吗 又是要推给前朝了吗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 吴蜜查这个故宫的院长 其实过去就有蛮多的争议 而且他自己个人的立场也非常的鲜明 像是他曾经自己身为院长 但他就说愿意把故宫并入文化部 降为三级机关 另外是这个台海战争的时候 我就被问到说 那故宫文物放哪里安全呢 他说三个月内提计划 七月推演 而且你看到这个在脸书上 他曾经就主张说 要把故宫文物翠玉白菜等等的 移到南院来展览 就说这是不是你想要加速文化台独 而且他的独派色彩相当的浓烈 也有曾经禁止这个两岸的故宫交流 也多次的发表一些反中的言论 那现在的重点是 不管你态度如何 这文物已经毁损 这是事实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 难道他不用负一些政治上的责任吗 那么这个国宝旗旅 现在变成一个故宫惨案 很多人就在评论说 你还不知道这问题严重性在哪里 这是一个世界知名 甚至是排行前几名的博物馆 把文物装箱摆在馆内 只是这样子而已都会损毁了 那到底还有谁来敢来台湾来借展呢 这个损毁的不只是器物 还是故宫的专业 先请教友华哥 友华哥刚刚在那个广告的 就是中间的时候 他就说他跟这个牡蜜茶非常熟 那现在这个文物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我更正一下 那我跟他其实并不熟 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 他大概他也不会认识我了 那我先讲 我个人是在故宫 曾经上课上过一年 教我们的是故宫副院长 叫做庄严庄先生 他请了四个老师 庄严教我书法史 苏瑞萍教我书画史 沈以正教我玉器跟瓷器 谭蛋炯老师是教我青铜器 我在那边足足上课一年 就每个礼拜六的十点 一直上到中午十二点 那现在我告诉各位 就是说故宫从中日战争 不 故宫文物从中日战争 迁徙到西南大后方 再从西南迁回南京 还没有开箱的时候 再迁到台湾 漂洋过海到台湾 好 没有一件回事 没有一件 没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没有发生过这些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必须要批评吴密查 就是说 故宫非常强调的师徒制 为什么在你的手上 你就频频更换了你的学生 那些通通都是外行的 进入到故宫 从杜正盛到谁 到吴密查 吴密查他是国使馆的馆长 他国使馆的馆长 他研究的是台湾跟日本的文化关系 他跟古文物有什么关系 请大家告诉我 他跟古文物又有什么关系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故宫文物的搬迁 都有他的一定的程序 刚刚讲到了纳志良 他在故宫 我也曾经好像上过他的课 那我忘掉了 因为他没有教过我 那我去听他上过课 他讲 他是第一个写故宫国宝南迁的 故宫国宝如何到了台湾 他有一本书 商务印书馆出的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们在故宫上课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我们有一个动作 叫做投降动作 什么叫做投降动作 这样子 我们要进入库房去看 他们都小心翼翼的是用双手 那我们是学生 老师站在旁边 还有教书的站在旁边 我们必须这样 各位为什么 我们要有这种步骤 不是 除了怕碰到 还有怕你的飞沫那些 然后这样子 手不能插在裤带 你也不能放在下面 第一个 他怕碰触 第二个 更重要的是说 你手放在下面 你会做什么动作 没有人知道 所以老师一定要看到 我们这样子 我们都是这样子 然后都有一段距离这样子看 看那个开箱的 这些 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是 玉器跟瓷器 都是不让我们碰 那第二个就是 生机绝对不会送到国外去展览 包含颜真清自铁等等那些东西 绝对不会什么送到日本 我们要巩固台日关系 那个叫拍马屁 因为真击 他要送到国外去的话 对不起 你要保险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国保到纽约 到美国展览 是美国第七舰队护航的 因为他怕中国中头蓝结 或许他怕其他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是第七舰队 那当年那个是早年 完全人工化 他说保险 那请问一下 你到美秀博物馆 就是日本 那是小的 他也收藏古物的 跟中国古物有关 那我现在问 你罗浮宫也有保险 这些小的博物馆都有保险 那你台湾为什么不保险 还有一个更扯的是说 你在清查文物的时候 什么工作台让他掉下来匪夷所思 所以我现在建议就是吴秘察 那你必须你要辞职 你要辞职以示负责 然后第二个事件发生那么久 一年多还有将近四个月 今年发生的将近四个月 那请问一下 你行政层储到底出来了没有 这些你要给国人一个交代 顺便那我告诉各位 故宫国宝是全人类的资产 它不单是台湾的资产 它不单是中国大陆的资产 或者中华瑰宝 它是全人类的资产 谁都没有理由去破坏它 淑慧姐怎么看说 这个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长 他说可能是质地太脆弱了 这真的是可能这个状况吗 还是说怎么查了一年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那脑子有问题 刚刚先说有华哥说的 没有保险这件事就很瞎 像那个法国罗浮宫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他的保险是一亿美金 那故宫的文物这么多 随便一个碗都可能几千万道上映 一幅画那更是价值匪浅 有一些东西当然保险公司 没有办法能力去承保 可是所有可以保险的 我们都应该要把它上保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真的希望 这个立法院或監察院组 专案小组先念一件事 这三个碗是不是蒸鸡 这三个碗是不是蒸鸡 破掉以后可以掩盖这么久 被狸猫换太子之后 我们又怎么能知道 如果最后咽吹这三个碗还不是蒸鸡 故意打碎假装毁损 蒸鸡不见了 事情就更大条了 第三个 故宫的所有文物 到底有没有一个清单 有没有一个专利的 第三者的独立机构 会定期去盘验 它是不是蒸鸡在那里 我们知道所有故宫的文物 比金子 比鑽石都还要贵 一个碗 一幅画 一个翠玉白菜 那都是几千万到几亿的 你随便对掉一个东西之后 不得了 我举例来说 当年我们在亲国民党的这个党产的 不是党产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仓库 仓库里面有很多过去这个民国实习大佬的一些增机 甚至还有张大千的画作 就曾经传出说在搬家的时候被人家这个狸猫换太子拿走了 包括说这个蒋中正的首遇等等 这一些在收藏家里面都是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外面的人无从得知 但是这是属于全民的财产 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测 然后十年二十年要有一个独立的 譬如说国内所有的文物专家的学者 去进行一次清查 有没有中间被人家偷换走 吴密查如果敢下令说 这三件事应该把它盖起来 那说真的被盖掉的事还有多少 故宫是以死人这个发狂的财富为 他不只是文物 他还是财富 今天打破了这三个碗 如果是增机是因为人为不小心的话 吴密查也要下台 为什么 任何一个公务员 任何一个部会首长 让政府损失一亿 两亿 三亿 他可以这样轻轻待过 我们在修复 他就是手上不小心 弄破瓦 这个是不小心弄破瓦的事情吗 这是你院长要下台的事情 说这个院长要下台 这个施老师怎么看说 吴密查到底有什么样本事 到现在这件事情掩盖一年多 然后他还在这个位置上 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 然后还说我都讲过 你们都没有在听这样 因为刚才他讲说弄破瓦 又没有打架 为什么要弄破瓦 我们都讲弄破瓦 我们都讲弄破瓦 自己调破瓦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来讲说 其实有话说刚才讲的没有错 就是通常这种的文物是 不出国去染染的 除了说可能 因为他是不可取代的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是因为 很可能老共那边他会做假扣押 等等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民进党就是为了要讨好 安倍妈妈 然后就到那边去展展 这是一个匪夷可思的一种做法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些是无所谓 这是一个商品而已 所以所谓的无价之宝是什么 是零吗 还是无限呢 还是对他来讲 如果是商品的话 所有的商品都有价格 都可以保险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他是没有保险也令人 为什么要拿到南院去 我也觉得是很奇怪 如果你说中南部的话 另外有一些不同的博物馆 我也可以理解 我们也认为说 这不是中国的国宝 是人类的这样子的文物 然后甚至我们台湾 只是带为保管的而已 讲一下吴蜜茶 有话说 我跟他算熟 他怎么变那么苍老 这些台湾史的学者里面 大概我觉得是比较open mind 怎么讲 比较开明的 比较开明的 大概是郑庆仁老师 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网生的那个 庄严县 庄严县 然后吴蜜茶是可以沟通的人 但是 我说但是 但是就是说 我们过去在犯难的时候 是可以兄弟 执政的时候他必须要配合陈锋 特别是2016 所以他是官运很亨通的人 所以但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公司是外包还是 外包他就不够专业 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我就讲说 他们在批评说 都是用自己的门声指引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 是不是有包庇等等这些东西 还是他根本就无所谓 我只要配合陈锋 然后到中南部去里面 然后把它一件拿过去而已 坏得他 你看他认为说 这没什么那么重要 没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讲 即使是我们只是民国初年的 我觉得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都不可以 不过我可以讲说 像这些人还蛮好玩的 就是说我会觉得蛮好玩 意思说我都说得过 他们排他性太强了 排他性太强 我意思说他们这些东西 除了说对中国史这个部分以外 我会觉得说他们配合长官的 这个东西 已经超乎他们那个专业的 这样的考量 我只是觉得说 甚至于他说他台独 对不对 我不是很伟他那么台独 但是他们可能会配合民进党 反中 你反中真的能台独吗 我是觉得这些人其实是 不是头脑不清楚而已 就是邪恶 我想补充一件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 故宫的纹路将近70万件馆藏 超过7层从来没有展览过 也就是还不见天日 那那7层里面 到底里面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毁损 有没有遗失 有没有被调包 我觉得趁这个时候 应该要有独立国内全部的 这个文物专家组成一个专业的机构 去检验看看 这个史无前例的状况 就怕说不只是文物损毁 可能还让我们在国际间移销大方 所以现在马上回来